这是我们上海友邻的主灯组 里面有我们上海金钟的奇争异兽 包括当中最主角的也是今年龙年的鹰龙 他传说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龙族 帮助皇帝打败了石油 这里边我们讲点技术细节的话 首先要把它从场地的空间 转换到平面的效果 随后再把它转换成立体的造型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形和尺寸比例 都能符合我们的一个最原始的设计需求 所以我们在给技术工人交底的时候 会把我们的设计方案做得尽可能细致 因为他们从过去过往几十年 或者甚至上百年传承下来 他是擅长更加手工的去把这个 所以说手工艺人 可能说他的技术是一个传统的技术 但是他对美对文化的理解 可能我们现在赋予他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 这个就是一个传承创新的传承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图 那我们细节来说 我听说有些 比如说里边有好多铁丝 是吧 这是我们怎么制成的 其实或者说我们说的一条鲲 因为我们还隐约能看到它一个骨架 鲲是什么 是那鲸鱼吗 你看我很俗 对对 在水里是鲸 出水就是鲲 鲲你看到它两个部件组成 一个是结构部件 支撑它这样悬浮在空中的感觉 第二个是它的框架造型 框架造型是能看到在纵向有很多的鲸 它其实是用钢筋竹竹竹竹竹竹熬制而成的 所以就需要这个工匠 它在地上有一个过程叫放样的这样过程 它把平面的放样 然后参考我们给到它的3D模型 有一部分甚至于我们是用3D打印打印出来的 随后第二步可能在框架的表面表壶 做一层表壶 所以能看到这里不同的神兽 它表面的材质不一样 那个鲲呢 它是一个半透的砂质的 其他的动物是一个不透的这样一个布置的 对 色彩怎么 对 色彩最后呢 其实是有一部人工的 这个全都是纯人工的 是那个表面喷汇上去 用不同的柄析颜料往上 就喷上去是吗 对对对 这也不简单 这个季步其实最考验功力的时候 因为整个出来的时候 它更类似于一个白胚 或者说一个白磨 素磨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它表面的 你看我们如果要表达 这个阴龙的不同的色彩 还有它的背上的 骑的就不同的线条的话 全是靠这个人守护出来 它要把这个着色的底色上去 然后把高光和阴影 都是通过这种同样的 其实更类似有点像画画的 画画对 其实原来就是法国街头有那个艺术 就那个喷叫什么 这个那个 涂鸦 对对对 但涂鸦可能是更平面一些 更平面对 因为阴影都需要去表达 要把这个本来是白色的一个素 把它变成这个各种各样的条杆都要出来